安徽合肥一間違規經營的駕駛學校 星期二被當地城管和公安查封 當執法人員和建築工人拆除設施時 一架白色私家車突然衝向他們 執法人員紛紛散開 他們之後上前制服司機 發現他是駕駛學校校長 事件中一個建築工人受傷 校長亦被警員帶走